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什麼叫尷尬 還記不記得自己上一次感到尷尬的情況是怎樣的 不用感到尷尬 你覺得尷尬未必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 對方做錯事都可以令你尷尬 比如說見到別人沒有拉好負鏈 很自然你會感到尷尬 特別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都不知道說給她聽好還是不出聲好 我想起這兩個字 主要是因為今早和人大常委譚耀宗談電話的時候 他說如果被選舉主任裁定了 並沒有真誠擁護基本法的這幾位現任議員 參選來屆立法會選舉的話 但又好像特首這樣說 在未來這一年立法會的真空期裏面 仍然給他們現任議員的資格 真的會很尷尬 我同意既然DQ得他們 褫奪得他們新一屆立法會的參選權 有什麼理由能夠容許他們 在未來這一年繼續做議員 大家跟不跟到我的邏輯 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特首的邏輯 他說選舉主任的決定不會影響這幾位議員的身份 特首一向很講原則 一向都迎攔而上 他這個看法也沒有解 為什麼呢 如果有困難的話 便攤出來 好像我上次說的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誰阻礙你 維護香港的利益 說他是神還是鬼 都要撐開他 我都知道 根據基本法第79條第7項 是有難度的 根據這條條款 如果有議員行為不檢 或者好像現在這樣 違反誓言 都要經過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 通過譴責 立法會主席 才可以宣告他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如果有困難走過這些程序 改了他便可以 如果更改基本法太大動作的話 起碼被中央的報告 都要提及這一點 中央可以指令人大常委會 通過議決的方法 達到更改基本法的效果 現在處理立法會真空旗這件事 都是這樣做的 一點都不會違背 依法辦事這個大原則 但我們這位奇女子 究竟有沒有老 做事肯是拖泥帶水 不夠爽脆利落 我覺得 如果當年中央被葉太做 一定做得好很多 我不是律師 但我敢說 如果中央不讓這班被DQ的議員 延任的話 根本就不會和本地法律有衝突 原因很簡單 本港的法律 根本就沒有考慮到 立法會會有真空旗 對不對 這樣都看不到有沒有搞錯 另一個尷尬的位置 當然是立法會主席 和建制派議員 被DQ的這幾位現任議員 分明就是違反了他們這一屆立法會所作的誓言 選舉主任都是就著他們過去幾年的言行 作出判斷 不相信他們真誠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有甚麼理由 大家一起議事阻城四年 察覺不到他們的轉變 唉 這班議員的質素是否很有問題 如果察覺到都不做事 提出譴責議案 讓他們出局 問題就更大 對 究竟這班建制派議員 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你說 是否尷尬到死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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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rrassing EQ is also embarrassing 我不是說情緒智商 我是說國配凡議員 她的姓氏是用Q字行頭的 英文名是Elizabeth 所以大家就叫她做EQ 是啊 我在姨媽道處境劇裡面 飾演的角色的middle name 也是叫做Elizabeth 全名是Margaret Elizabeth Dunn 說開又說 第二集 今天十二點上架了 記住支持一下 別人也是叫Elizabeth 她也是叫Elizabeth 為何這個Elizabeth 做了這麼令人尷尬的事 為了應付疫情 人人都為亞洲博覽館 改用做臨時醫療中心 忙到甩 她還走去騷擾別人 說不滿亞洲博覽館 竟然掛了美國自由神像的裝飾 建議醫管局出通告來解釋 還要立即把裝飾拆走 真是沒有東西可以尷尬得過這件事 醫管局回覆她 說那裡已經是醫療中心 為了避免工程人員受到感染 是不會要求亞洲博覽館 將裝飾拆下來的 醫管局還說多一句 說亞洲博覽館本身 就是用來做展覽和演唱會 現在將他們變成社區治療設施 是暫時性的 為了確保感染受到控制 是會盡量減少改動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自由神像這樣的裝飾 是人家本來有的裝置 叫做亞洲博覽館 當然是有國際性的裝置 葛議員說因為收到市民的投訴 才做事 不是一收到投訴 就不分青紅做白去做事 真是令人覺得尷尬 我以前在TVB工作的時候 都收過不少投訴 其中一個就是 夏偉一出鏡 觀眾的BB就哭 覺得她的樣子很害怕 不要再讓她出鏡 難道我又真的走去跟進 這個世界 真的有些人會傻成這樣 稍為用腦子都知道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為人家添煩添亂 不應該是很難的 何況小朋友都知道 那個場館本來就是要來做什麽 你說尷尬嗎 如果看得嚴重一點 葛佩帆議員這次的行為 真是令到立法會蒙羞 令到她的選民蒙羞 她的博士學位不是在夏威夷格林威治大學拿回來嗎 那麽外國人不要去美國拿一個學位 又多個觀其洋服代言人 講一套做一套